大家好,我是Telens 上一段影片,我和GaGaLam一起做了杏仁壺 杏仁壺真的很棒 有兴趣的,按一下連結在那裡 按一下去看看 其實...是不是在那裡? 在那裡,我看到了 其實我們還有些渣可以去用 因為真的不要浪費了 因為有很多營養都還在渣 其實我們想做個餅 我們想試試煎餅,可以嗎? 這裡其實是甚麼呢? 有一些溶化的米 這塊其實是米,被GaGa壓下去 還有旁邊的杏仁、雪耳 雪耳、百合 打溶化 一會兒我們會和麵粉混合 哇,首先第一步 就不是像GaGa那樣去玩的 其實它現在是當成泥膠的 我喜歡啊,好玩啊 但真的,我試過是手捏下去 捏完之後,手是滑滑滑的 做臉色的 喂,好了,我們正經一點 現在我們是不是要拿麵粉? 是啊,是啊 但我想玩得更好 好了,現在就準備加麵粉了 還有要加點鹽的 但要加多少麵粉進去? 我想先試試三斤吧 然後要加水 好了,再加少許鹽 少許橄欖油 如果要做曲奇餅的話 我想加朱古力 還有現在是鹹的曲奇餅 曲奇餅鹹不重要的,不一定要甜的 我未吃過鹹的曲奇餅 沒有所謂,有時候的餅乾也是鹹的 現在正在焗爐了 沒有加糖的 我覺得真的太健康了 曲奇餅也沒有糖 先熱熱,然後再加160度 小心,很熱 哇,脆了脆了脆了 已經成了餅了 耶,成了餅了 哇,我聽到,嗦嗦嗦聲的 我先吃一塊不攤 我整塊拿吧,不要慢慢拿 熱死你了 有點鹹的 沒有什麼味道? 不是,沒有什麼味道 杏仁當然有杏仁味 我覺得這樣吃可以 如果再焗的話,裡面 都脆了會更加好 它不只是曲奇那麼脆 但外面那一層已經脆了 是有點像薄餐那些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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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裡面的心 還有點軟軟的 這塊呢 會一直吃下去 逐一塊跟你說 對呀,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不是開玩笑 弄好一點,好吃 真的好吃 然後我留下我的盒子 我再回家 對呀 由於剛才做完 覺得是很成功 是好吃的 所以現在再做 那這次呢 我們做個熊仔 是不是呀? 喂,不要做那麼厚 那些眼睛那些不熟 等一下 對呀,有機會 這樣呢,剛才呢 都幾好吃 但是我自己喜歡吃甜的 我現在會加些可可粉 然後呢 正式來說 是應該再加些 朱古力 一粒粒的 進去 正式來說 是加牛油的 還有很多的 我先加緊湯 下橄欖油 對呀 我現在是下橄欖油的 好了 那我這些呢 是一些很漂亮的蔗糖來的 對呀 那我的糖呢 現在已經差不多 攪勻了 都看不到一粒粒 黑色一粒粒的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 Double Chocolate Chip Cookie 那我真的 用這86% 的朱古力 好耶 烤好了 熊仔出爐了 又再出爐了 朱古力呀 這個是 這個是朱古力杏仁 這個是沒有朱古力的熊仔杏仁 這個是一塊餅 這個我也想試一下 我先撕一塊來試試 你不怕熱嗎 不怕 嘩 撕出來 裡面是軟軟的 好熱好熱好熱 對呀 裡面是軟軟的 你覺得很甜 不夠甜 我覺得是 苦多 我覺得是 對呀 我覺得是加加呢 是不是你貪心的那些呢 加一些 可可粉 太多了 搞到現在是有點苦 對呀 我現在喜歡原味 好歹我已經是拿了幾塊原味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我是準備帶回家 我覺得真的可以 真的 這個真的推介 有焗爐的話 真的拿去試試焗一焗 然後呢 就 真的不要浪費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這隻熊仔幾時吃飯 這隻熊仔幾時吃飯 這隻熊仔幾時吃 等媽媽和爸爸回來 然後我會慢慢分屍 這樣吃 好吧 嘩好好啊 Terence 幫忙洗碗 煮完東西吃當然要洗 就是經常這樣吃才不想煮 不想吃 吃想的就是不想洗 好看喔 好看喔